2020安心旅游补助观光局将在7月1号到10月31号办理申请领取 自一政策推出民宿业者就认为花莲旅游在这个时段相当热门 是否应该调整或是延续安心旅游补助政策到9月淡季到11月 再来进行旅游补助才会是为业者带来更好的经济效应 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了拉抬国民旅游 交通部观光局特别推出了安心旅游补助的政策 将在7月上路这次安心旅游补助是否疫情趋缓 观光局预估将会有7成大约有8000家旅游业者参加 但是就有民宿业者认为花冬在6月到9月是旅游的旺季 是否能够调整政策在9月实施才能够达到预期的补助效果 对啊我们觉得因为疫情控制住了 花莲跟台东是这次旅游算是客人除了离岛以外 算是蛮搜寻的地方 那我发现其实整个疫情控制住 那个客人那种蠢蠢欲动 想出门的心是非常活跃 那我们这次政府的补助是从7月1号到8月10 到10月31号 我们觉得其实客人想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不用补助 因为本身暑假期间 就是我们的旅游观光的忘记 客人就会真的是那个量就足够 那我们觉得应该把资源用在后续的 如果是可以补助成9月1号到12月31号 把日期往后延 把那些经费子弹挪到后面去 我觉得这样会是更好的 因为在没有客人的时候的时候 你把它加码给他们 他们会喜欢的意愿更强 可是7、8月这本身就是爸爸妈妈带孩子出来 暑假每年都是我们光光忘记 你这时候忘记的时候把这个补助金额给他们 那我们淡季的时候就只能剩下90 11、12就没有补助了 这样子反而是让我们觉得 反而是没有那么好 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政策 或许是想好和定好的时候 并不是那目前疫情已经控制得住的时候 民宿业者认为这次武汉肺炎疫情 对光光产业的冲击 比过去严重急性呼吸到症候群SARS还要大也要长 政策的推出希望借此让国内旅游业升温 但是政策的推出时间点 但是还是需要多方考量才能够为旅宿业者 带来更好的旅游品质以及包装 记得林杰花里市采访报道